男人发现妻子在自己的水杯里下了毒 可为十一碗毒啸已经发作 他艰难地捂住肚子试图走出去 为了不让妻子的阴谋得逞 坚决地来到阳台上 而妻子在背后紧追不舍 疯狂地对他咆哮 还试图寻求他的原谅 丈夫对此感到讽刺 随后纵身跳了下去 这一幕完全出乎妻子的意料 他颤抖着身体向前走去 可当看到丈夫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时 他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然后他心满意足地拿出一个皮箱 从中取出了丈夫的电脑 这操作显然是预谋已久 他自信地开始输入密码 让他意外的是 云盘需要双重认证 不仅需要丈夫的账号密码 还需要他本人的人脸识别 女人立马慌了 他急匆匆地跑到阳台上 然而 当他看到已经离世的丈夫时 发现他的脸部已经模糊不清 这才意识到丈夫临死前察觉出了他的目的 摆了他一道 但女人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将丈夫的意外告诉了好友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责和对爱人的思念 还谎称两人因感情破裂导致的争吵 没想到丈夫情绪失控跳下去 女人会声会色地描述着 见好友完全信了他的鬼话时 他便开始实施计划 向好友提出要求 希望他能帮自己做出一个丈夫的模型 好友被女人的表演所打动 他答应帮助他制作丈夫的模型 而女人之所以找好友 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模具艺术家 擅长制作人物肖像 在女人表达着对丈夫的思念时 他突然听到身后似乎传来了一些声音 但他观察了很久也没有发现异常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双眼睛正在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女孩叫扎莉 是好友最近才说的徒弟 当他看到女人离开后 他意味深长地提醒好友 表示无论女人表现得多么可怜 都不要相信他说的一切 因为查理有特殊的能力 一旦有人说谎 他已经就会不由自主地跳动 然而 好友并没有在意查理的好心提醒 因为他能感受到女人的悲伤 无论他是否说谎 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 接着 好友全心全意地开始制作模型 因为他们三人曾是最好的朋友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人伤心 在查理不断地询问下 好友也讲出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原来三十年前 他们合伙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在拍摄一段水下美人鱼的镜头时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在演员手上安装了一个报警装置 只要红灯亮起就会把演员拽上来 然而 因为好友对效果不满意 在反复拍摄了三十次后 意外也在这时发生了 女演员一动不动地死在水中 为此好友一直活在自责里 认为是自己的错导致了这个意外 于是他退出了公司 并将所有股份赠送给了好友夫妇 自此 他开始隐居在山林 以制作模型道具为生 扎利第一次听他讲起往事 只能不断地安慰好友 让他试着走出自责的阴影 很快 好友的头像就制作完成了 女人缓缓地打开箱子 将丈夫一比一的头像放在桌上 然后再次打开电脑 在输入完账号和密码后 他又将电脑转过来 将摄像头对准了模型 果然 云盘被成功解锁 女人欣喜若狂地向丈夫表示感谢 然后经过熟练的操作 他终于找到了想要删除的内容 完事后 女人心满意足地打电话给公司 要求他们找出视频编号一致的胶片 火速送到他这里来 然而 他被告知不久前这些胶片已经被好友拿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女人也不再淡定 就在他准备发飙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好友已经出现在门口 女人看着面前冰冷的模型 气冲冲地关上了电脑 然后心怀不安地过去开门 在此之前 好友因为对查理袒露了心声 心底的那份记忆也再次被勾起 他鼓足勇气拿起电话 拨打给公司仓库的保管员 希望能再次看看演员出示那天所拍摄的录像 尽管这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但看在四十多年的交情上 管理员还是亲自带着胶片送了过来 好友小心地装好胶片 当那段他一直不敢面对的画面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时 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 然而 当他看到最后一盘胶带时 他突然发现鱼缸旁边亮起的红灯 似乎被某个人关掉了 好友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停地重复观看 但越看越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好友颤抖地拿起放大镜 这才看清关灯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一直信任的女人 这也就说明女演员当时是发出了求救信息 但是被关闭才导致没能及时发现 好友曾将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 没想到竟是好友亲手造成的 为此 他找到了女人 希望能听到他的解释 女人也感到了懊悔 表示自己原以为女演员是在耍大牌 故意刁难她们拖延时间 而且大家为了这部电影 已经花光了所有继续 多耽误一秒都是在浪费金钱 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公司 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女人一直强调这只是场意外 好友并没有表态 她拿出了胶片询问女人 她的丈夫是不是也看到了上面的内容 女人却答非所问 一再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还表示一直是自己在为他们俩干脏活 好友不再追问 拿着胶片向火堆扔去 女人见状暗自松了口气 向好友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丈夫能够原谅自己 好友也似乎明白了一切 默默地离开了别墅 然而 就当女人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时 她突然发现了胶片的异常 她小心翼翼地用木棍挑起 竟发现好友对胶片做了手脚 那段能证明她杀人的证据 早被好友从中间剪断 另一边 好友在回去的路上 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模糊 但她仍然凭借惊人的意志力 成功将车子开回到了木屋 可当查理发现时 好友早已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 女人也听到了好友离世的消息 但她丝毫没有感到难过 随即开始对她留下的家产 打起外心思 她认为公司一直在出资 支持好友的创作 因此理应有权利占有她的工作室 当她从律师这得到了肯定后 开始迫不及待地 想要查看好友的收藏 可就在这时 女人神情巨变 她惊恐地发现查理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别墅门外 女人紧张地走出房间 扎利也瞬间变出一脸笑容 由于好友生前 最后来过的地方就是这里 扎利很自然地怀疑起了女人 但女人丝毫没有表现出慌张 反而大方帝邀请她进屋 扎利想知道 昨晚两人都说了什么 但女人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表示对好友的心脏病 感到遗憾 临别前还感谢查理 和好友为她丈夫所做的一切 查理的眼睛不断跳动 她断定女人刚刚所说的都是谎话 两人的死也一定与她有关 但查理没有明确指出 只是告别了女人 然后匆匆回到了工作室 她没想到保管员竟然在那里等待着她 查理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保管员 她断定女人一定在说谎 两人的死肯定和女人脱不了干系 但这只是她的感觉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与此同时 保管员告诉查理 好友拿走的几卷胶片 正是女人昨天想找的 她今天前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这话立马提醒了扎莉 或许答案就在这里 然而两人找了许久 都找不到原始胶片的下落 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传来声响 两人发现女人早已按纳不住内心的不安 她叫来了庞大的搬家公司 查理在一旁观察 她明白女人同样是为了胶片 突然 她在一座雕像的身上 发现了被缠绕在一起的胶卷 而在昨天之前 她肯定上面是没有的 女人一边畅想着未来 一边将收来的胶卷全部烧掉 为了不引起外人怀疑 她还特意为好友举办了一场艺术品展览 这时 查理假扮成雕像 偷偷地混进了会场 但这么大的目标还是被人发现了 扎莉被保安逮了出去 她只能再次找到保管员 在她的带领下 两人从员工通道潜入了会场 此时的女人正在台上充满激情的演讲 而背后的大屏幕上 突然播放起当年的那段视频 里面正是她关闭灯光谋杀女演员的画面 女人惊恐地离开舞台 由于她自己心里有鬼 脑海中不断产生着幻觉 甚至连丈夫的雕像也在下一秒变成了真人 她一路追上丈夫 当看到她再次跳下去的瞬间 女人也彻底崩溃了 她在恍惚间也跟着一起跳了下去 当扎莉追了过来后 只看到了她冰冷的尸体 她冰冷的尸体